釋迦牟尼佛 如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遭遇 果心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104页 上次讲到18地狱 散热到地狱 畜生恶鬼 地狱是最苦的 基本上没有热受可言 他所谓的热就是比较少苦 多苦跟少苦 轻跟重而已 没有什么热受可言 畜生就有 但畜生大部分还是苦的 我们来看 旁生种种意 吞淡驱食苦 第一的苦 前面讲过了 现在讲到畜生道的苦 再说旁生去的苦或 旁生又叫做畜生 但是实际上包括了人类以外 近代人所说的一切动物 那么畜生道 包括细菌 佛陀世代基本上没有特别提到 包括现在的生物学里面 那么所谓的病毒算不算生命 那么这个都有待讨论 那一般我们说的畜生就是 就是细的细道那种比较小的 但是就是比较有形体的 那细菌病毒算不算畜生道 这个其实是没有特别讨论到这里来的 那我们现在说的畜生 基本上就是 就是比较一个算是比较 我们说这里的 就是他讲苗类 动物 这一些 但是比较小的像沉满这种 那么它其实也是一个形态 它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还是畜生道里面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么的形态 颜色 住处 生活 寿命 是种种的别意 那么畜生道是差别最多的 当然地域差别也很大 那甚至我们看地域里面有很多狗 鸟 铁骨 铁鸟 那净土里面也有很多鸟 那这些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 这地域里面有一些铁骨 铁蜂 铁鸟这些 那这些算不算畜生道明 其实它并不在畜生道明 所以说地域里面的畜生 其实不是畜生 不是真正的畜生 它们只是业感 就是国教里面在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像阿弥陀经里面讲 那极乐世界的鸟不属于畜生道 那地域里面的鸟也不是属于畜生道 所以说我们会发生到前面地域有 我们之前也讲过 那地域里面有鸟 比如说像102月里面 剑叶林里面有二狗 铁翅林里面有大鸟 那奋尼坑里面有这个铁蜂 有一种毒蜂 那这些基本上跟极乐世界一样 那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面讲 是阿弥陀佛之所示现的 那其实是跟类似像这个功德所显现的 那地域里面其实是业力所显现的 它也不是畜生道 包括狱卒 地域里面的狱卒 地域里面有那一种 那种狱卒 然后把人丢到 把人丢到那个抹坑 刀山或是油锅里面的 这些狱卒也是示现的 因为到地域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业力 一种就是怨力 这些狱卒又不受地域的烟 它没有受地域的痛苦 它在地域里面并不用 它是把人比如说下油锅 它把人丢到油锅里面 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受油锅的苦 它在那 那这些鸟它把人 青啊 肝啊 烟啊 啄出来 但是本身它也不受地域就好 所以这些都是视线的 那我们现在讲的畜生刀 就包括畜生 有高级畜生的像龙王 比较高级的龙王 金赤鸟王 这一种 它比较低级的低等的 像蚯蚓啊 像甚至很细的像尘埃这一种 那这是比较低等的 苍蚓啊 甚至果报有好多不好的 那其他像极乐世界的鸟 地域的鸟啦 狗啦 这些基本上 基本上都不再畜生到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好 那它讲到 这个佛法基本上分为 没有脚的 从脚来分 没有脚的 像丘也蛇 那么这些都是没有脚的 两只脚的 像鸟 四只脚的 四只脚的都多啦 狗啦 猫啦 这些都是 还有六只脚的 八只脚的 甚至像蜈蚣这一种 几百只脚的 那么这个都是 类似像昆虫 那么从住处来讲 住在大海里面的 后来分移到各处 水中的 路上的 空中的 当然 有没有真正住在空中的 因为空中的 它也是要住在树上 他住在树上 那有一些时候是龙 它是住在空中的 那到底有没有龙呢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那龙也有住在海中的 住在山里面的 住在空中的 其中也有两栖的 可以飞空 可以着陆 可以入水 那这个都三栖了啦 它们的智力的高低 寿命的长短 享受的苦乐都相差很远 那动物有些活不到一天 甚至几点一半 那长一点的 基本上有些是甚至几百年 那一般比较长寿的 比如像鹤啦 鱼啦 烏龜啦 真的有些都活到一百多年 那像有一些可能也有 也有几百年的 也有几百年的 深海里面的 有一些像可能也有七百年的 但是比较少 那它说相差得很远 所以像龙跟金翅鳥 这种是比较上高等畜生 有的还享受胜过人烈 那从一般来说 这是非常苦痛的恶趣 畜生到基本上来讲 那么有福报的也不多 有福报的不多 就是三二到基本上都没有 没有比较有福报的 像龙 金翅鳥 这种算有福报的 有归得力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它们还是定时定期 会受同样的痛苦 基本上是这样 但这种很少 这种在畜生道里面不多 众生最多的就是畜生道跟恶鬼道 大部分 应该可以说占所有的众生大概 应该是不半以上 或是在畜生道跟恶鬼道 是最多的 你像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就好了 他方世界先不用讲 当然有些世界是没有三六道 比如说极乐世界是没有三六道 那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基本上六道 六道里面有三六道 那三六道几乎占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应该百分之九十 应该是这个世界 大部分 你看人 人才多少 这个地球的人 七十五亿 现在七十五亿 可是你看 那个众生多少 海里面的雨就不用讲了 太多了 蚂蚁啊 苍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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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蝇就人的三倍 这个地球的老鼠是人的三倍 你看其他人就不用讲了 太多了 所以这个畜生道是最多的 还有滚 偏不到等下我们会讲 那这里讲到 那畜生的痛苦 后面会讲主要是会被吃掉 常常畜生活不长 大部分是被吃掉 动不动就被吃掉 除了在食物链的最顶级 那个不多 食物链的最顶级 比如说像 像这个老虎啦 狮子啦 这种 那么 但是它数量也不多 即使世界还是会互相散伤 食物链的最顶级 基本上都会互相散伤 其他的都是会被其他的动物吃掉 那这个是他们主要是会吃的 会糊面 那么基本上都不容易 好 那他说从一般来讲 这是非常苦痛的恶趣 经上说 这个是杂阿寒间 那他说鸟等心种种故色种种 那他说由于近代的研究 对于这一部分 对这一部分的得到明证 所以对这种心种种色种种 已经部分的得到明证明 就是做一种研究 那有得到一种证明 如鸟兽的眼睛 它说能分别认识青红尺的明色 其实众生的夜报不一样 有一些耳朵发达 有一些眼睛发达 有一些鼻子发达 有一些身体的感受发达 都不太一样 那他说身上的羽毛 因为能够认识什么颜色 身上就会有什么颜色的羽毛 这个我们对科学还不是那么认识 所以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老师说 但是近代的研究 近代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那像那种变色的羽毛 它会跟随着 变色的会认识那个环境的颜色 它整身会随着变 变成那种颜色 像有些家人也会 如不能认识红的 那有毛语就是灰色的暗黄的 又如昆虫的保护色 有的形态也还像树枝拜叶 这是女胎 昆虫里面的女胎 这无非因为常住在这一环境 时时认识这一些 因而欣喜内心 由心理影响生理的组织 以及外表的颜色 那这个是 这个是讲到这个动物 好 它说庞 重点不要讲这个 重点再讲 畜生道 三中道有些什么痛苦 那庞生去的苦婆 主要就是互相残杀 互相吞荡 它是整个食物类的一款 它随时 它分 基本上这些动物 基本上分做三类 一类是草食的 不吃其他的动物 一类是肉食的 一类是杂食的 大概 另外从食物来分 就是草食的动物 基本上它不吃其他的动物 比如说象 马 象是吃草而已 马也是 牛也是 它不会去杂其他的动物 那么这个相对温馴 另外一种是弱食性的 比如说狮子老虎 它不吃草 不吃水果 那有一种是杂食性的 也是草 也是动物 也是肉 那基本上吃了大概 但是肉食性的动物 比较多 好 所以它这里讲 那么众生去 你草食性的动物 也会被肉食性的动物吃 那肉食性的本来就 就能吃什么就吃什么 主要是抓其他的动物吃 大鱼吃小鱼 大虫吃小虫 这是到处可见的事 那么蜘蛛不亡在乌角 就是为了捕杀飞虫 青蛙与鸟链 吞食昆虫 那食量都相当的惊人 像如果像蜻蜓 蜻蜓可以吃蚊子 吃其他的昆虫 他飞行技巧的狗 他如果正要吃的话 一小时可以吃掉八百只昆虫 所以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像我们看那种大黄蜂 在杀蜜蜂 他为了吃那种蜜蜂的幼蜂 而五幼蜂就可以杀到几千只 几万只的小蜜蜂 也是厉害 这种都是 因为他不断要捕食 他的食物就是这些昆虫 所以有时候 那种杀戮现象很恐怖 他说 所以他可以讲 食量都相当惊人 躲在树心的小蟲 也有啄木鸟来吃它 你就到很深的土里 都有动物去把它挖出来 海里面也一样 深海里面的鱼 不管你是什么动物 都有人吃它 那么基本上 如果是比较品级的动物 也有小蟲 那些小蟲 像狮子老虎 狮子生存虫 他抓不到 他有些吃它 一样有 说蚂蚁平时好吃别的昆虫 蚂蚁也有很多种 有些吃树叶的 有些吃树枝的 有些吃其他的昆虫的 他说就有穿山甲 吃蚂蚁的动物还蛮多的 跟其他比起来不是那么多 但是也有 他说穿山甲 还有食蚁兽 其实基本上有 以蚂蚁为唯一的食物 那么一只穿山甲 或是一只食蚁兽 一只食蚁兽 一天可以吃大概 2万到3万只的蚂蚁 你看 那它每天这样过 你看看它吃多少蚂蚁 但是蚂蚁生活在我们这个世间 那么它的感觉跟我们人一生是一样的 它被吃掉的痛苦跟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众生类都是一样是这样的 那它是想到龙王 这龙王 也还有被金翅鸟吞食的恶烂 动物最大的痛苦就是互相吞烂 你看一只穿山甲 一天可以吃2、3万 那蚁蚁兽也是这样 蚁蚁兽你看它 你看它这个 一年就吃掉多少只了 一只穿山甲 一年可以吃到几千万的 一年 一年 那么一天最多可以吃到30万只 一只穿山甲 一年就吃 有根据几乎一年 一只穿山甲一年可以吃到七千万 一年可以吃到七千万只 那你看生意就这样没有 那蚂蚁很快 有时候大水来大牛来都没有 也一样 你看这些动物 基本上是这样 它说龙王 龙王有有被金翅鸟吞死的恶难 有点像老鹰吃蛇 老鹰吃蛇 那龙王被金翅鸟吞死的恶难 那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 我一直很好奇 到底有没有龙 蛇身杖里面只有龙 我们是看不见的 后来我在阿安京里面特别去找 阿安京大长 你看我跟洛光讲的 天龙八部 那都是我们看不到 后来我们读 我读那个虚拟牢上的传记 读汉山大志的传记 他们都有看见过 那我没看见过 但是从种种来看 确实应该是有龙的 应该是有龙的 那做龙 龙最龙有胎生有暖生 有山的有海的 龙不是有海龙王金 那一般因为一直以来都以为龙是神话 但是印度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佛心里面亲的上 佛跟龙王说的 包括天龙八部这种的 这佛心里面很少就有 所以龙应该是有的 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过 但是有一些主书大人他是看见过的 你看虚拟牢上传记里面他就有气象 他实际上也有些人也看见过 不过龙王算是众生里面最高级的 但是还有金翅鸟王会吃他 你看龙王是有威德意的 还有金翅鸟王会吃他 人略对于庞生也有残杀吞胆的恶心 不是动物吃动物而已 人吃动物 当然动物都吃动物吃得更多 每天都在吃 人吃动物也吃得很多 但当我们一年一年台湾就好了 一年吃掉这鸡鸭额都上亿了 一年你看就吃那么多 所以你看其他全世界加起来那就 那就不能算了 吃掉应该就是你看那个鱼 鱼一天你看补那么多 那当他养来吃的鸡鸭鱼 那有一些你看那些鸡敷出来 如果他要母鸡 那些小鸡就被绞碎去绞掉了 你看那多少 那个就是业 然后你出生没多久 然后就被绞碎 那个有点 那个有点 我有时候在想 这个是不是像是受着地狱的刑法 因为地狱里面有那些 有那些什么被铁骨铁牛 然后那有点像是被激情 冻冻死了有的没有的这些 那畜生到的这一些苦 这个是他已经受着地狱的这种行法 显现在畜生的这种形象上 好 那现在讲说人残杀吞淡众生的恶行 有的为了他们的皮毛牙脚 像这个犀牛 犀牛啊 然后这个黑熊啊 这个熊胆啊 那种种的 你看他 你看这个雕 整张皮被剥起来 血淋也有个还没死 就整张皮被剥起来 鼓里也是 那个都很残忍 那大量古杀还没齐名为生产 韩生界实在是无时无刻都在相互残杀 第一个他们相互残杀 第二个他们会被人猎捕杀 第二个他们会被人猎捕杀 还没齐名为生产 韩生界实在是无时无刻都在相互残杀 第一个他们相互残杀 第二个他们会被人猎捕杀 所以畜生到基本上都无不常 当然也有长寿的 但不多 无归长寿的基本上也无不常 他都就被吃掉 能够活到长寿的也不多 像鲤鱼其实也很残命 鲤鱼可以活一百多年啊 一百多岁啊 一只鲤鱼可以活一百多岁 那他说 还有如牛把为人猎捕 鞭秤驱使奴役他 丝毫不得自杀 庞生界的苦波是简次于第一个 苦基本上就是第一 然后出生然后鬼道 鬼道还有人行 鬼道还有人行 出生到已经不成人行 那第一道没有行 基本上一直受这些苦 这不一样 从前释迦佛为太子时 那一天去田里查看龙根 见龙夫辛苦得很 龙夫又鞭策离田的牛 身上出血 血流到地上很快的生出虫来 那不是说血生虫 而是会引发这个虫来吃这个血 泥过了田地下的虫类也被暴露到上面 那么天上的鸟就飞来淡食小虫 太子见到庞生界的残沙吞淡 因而悲悯众生 发起出家修行的大怨 那释迦佛发菩提心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在两个场景 第一个就是他应该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那么印度的农耕节就是春耕 他们的国家会取行那种春耕 就是农耕节 有点像我们的祭典 因为大部分人的祭典就是秋天 比如说我们的原住民风铃祭 已经采收了 然后大家过好风铃祭 但是印度有那种就是开始春天要播种 有那种有那种春耕的季节 那释迦佛早期应该好像是十三四岁的时候 然后他们取行那个春耕节 那个国王会示范性的淋一点点 播一点种子这样 大家却注 那释迦佛去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一幕 就是有一条牛在太阳底下 然后离过那个田 那个农乎打那个牛 那个牛拖着那个鲤跟过那个田 那个烈日下农乎也流汗 那个牛也流汗 那个鞭子打在牛身上打得很大力 那个牛 皮肤有血 血滴下来 那鱼一跟过去 那个土翻起来 那很多鸟都跟在那个鱼旁边 土一翻起来就吃虫 那鸟彼此要竞争 鸟彼此要竞争 因为很多鸟彼此要竞争吃那个虫 那虫被翻起来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翻起来 这个叫做意外 所以翻起来之后就被吃掉了 那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幕 很多人都享受着欢乐的气 因为大家都在庆祝 大家都在庆祝 他们都不以为意 我觉得这个本来是真正正常 本来就是这样 虫就是吃鸟的 那彼此虫就那么几次 你要吃到你就是要竞争 那牛这是要耕田的 那你要打他才会走 就变成是这样 可是释交火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比如说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生老病死 就是说他看到无常 这就是众生的 第一个他为了生存 彼此要竞争 彼此要斗争 那有一些有很多的意外 你看生存在土里面的虫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翻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 在哪一看田里面什么时候会被翻出来 就被吃掉了 所以你看 一样一样是在看一个场景 看一个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你引发你什么斯文就很重要 那释交火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 他还看十三四岁 他看到这一幕 他心里面就瞎一瞎 这众生彼此之间 这样残忍竞争 互相 都为了生存 互相伤害 他心里面就很不忍 很不忍 那个时候他过得国王 他在王家过得王子的生亡 后来第二次 那是第一次 心里面就开始有 他这里讲到 他说 婴儿悲悯众生 发起出家休息的大怨 这个时候 基本上还没有 他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想要出家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 就是 他真正想出家 就是后来 他去看 一般来讲 他出去看那个城门 游这个王公的时候 看到一般的说法 四个成本 看到老 病 死 还有沙门 出家来 那个时候才知道 我还有出家休息这件事 是这样子的 十三四岁 看到农耕的时候 他是起悲悯心 他是起悲悯心 然后感叹 那个时候感叹世间的苦茶 跟苦茶 那时候他就提到 十七岁 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痛苦 他那个时候很年轻 那 这个进化王 他那个都是王子 可是他已经看到众生的痛苦 农夫 农夫要耕点 不然没有得吃 但是你像国王 他基本上都是不用 但是这些农夫 基本上广大的人都是这样 都是用做事做得很辛苦 才有着温饱 那他要透过什么 透过牛 所以牛是被奴役的 他还有草吃 他要被打 他要跟田 跟出来的田 还种东西 可是要跟田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众生都已经在农夫打牛跟田 但但这个简单的行为 已经要有很多众生互相残杀了 那后来当然你再收成 那还有很多 那要吃 然后要农夫 要捕捉 还有没有的 像我们要喷荣药 很多一大堆 那就要杀很多人 那么这些 这些他已经看到世间生死死生 互相就是生命的苦魄 他已经看到这 那后来再长大一点 那么他由四个成人看到到病死 给他很大的震撼 这种震撼他开始斯文 这种现象是必然的现象 其实我们要养成一种 我们面对境界 我们会如理斯文的系统 你看牛顿为什么 一样是苹果掉下来 一样是苹果掉下来 你看他人家人家会怎么想 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会掉下来 我以前不曾这么想 本来就要掉下来 我们会觉得本来就这样 其实不是 他都是有运动的 后来他才发现 有地心运动这些事 那就是有地心运动 那释迦牟尼佛发现 这个众生会互相残杀 那么有生老病死 这件事 为什么会有 如果我是我 我们本来就会有啊 大家都会都是这样啊 就好像所有的苹果都是掉下来 不管苹果掉下来而已 梨子拔辣 所有的水果都要掉下来 好像这个是很正常的 谁也没办法改变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看着不见的生死 生死生死 我们也觉得 我们也会觉得 我小时候也看啊 我觉得 人多数会老的 老了就会死啊 这很正常啊 没有人不用办法避免啊 可是死后到哪里去 当然也不知道 真的没办法避免啊 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那么这一生没办法避免 下一生也没办法避免啊 我们都很思考过啊 像我们以前哪里会思考这些东西 没有我思考这些东西 就好像 如果你养着这种习惯啊 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包括说 为什么我看到他就很讨厌他 为什么他看到我 又我都不怀善意 这没办法避免啊 这是本来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类似像这样 我们应该要习惯 从一种境界里面去发现 这个其中的意愿 你要思维啊 首先你要先会正思维 如意思维 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 那其实世相朋友你看他 他看到农耕 这田 农夫耕田 土翻起来 虫吃 就是鸟吃这个虫 他看到这种现象 他怎么想 他是一个王子 他看老病死 看沙门 他又怎么想 好 所以他说 因而悲悯众生 发起出家修行的大人 不过我们说 他真正想出家 是由世成门的时候 看到沙门 看到沙门 怎么会有这种人 这种是什么人 那种是出家修行的 修行做什么 要解脱 生死可以解脱 那么他那个时候 就开始又要出家 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农耕的时候 基本上还没有 还没有 那一般人不但没有警觉 就是他 他看着进去 他就形影为常 我们最怕的提醒就是 习以为常 就是说 因为就好像 一个人被关久了 他习以为常 他带着铁链 带久了 他就觉得 习以为常 痛苦久了 他也觉得 我本来就要受痛苦的 他也习以为常 被压迫久了 他也觉得习以为常 烦恼久了 他也觉得烦恼 本来就应该的 习以为常 其实最怕就是这样 三种习烦恼 三种习烦恼 我们就会习以为常 世人都会有烦恼 世人都会有烦恼 世有烦恼 就会发作 谁控制得了 所谓江沙逆改 本性哪里 所以我们并且 跟烦恼习以为常 这个佛法叫做认贼作父 就是人本来就有烦恼 我们是从烦恼生的 怎么可能没烦恼 所以变成有烦恼是正常的 没烦恼才不正常 所以你就死以为常 常常起烦恼 也不以为一 你从来没有想到 烦恼是我本来有的吗 应该要有的吗 是我们都应该要这么生气的吗 是我们都应该要这样起贪心的吗 是人就要这么疑吃了吗 就好像释迦佛我看到这种 鸟吃虫 人打牛 牛跟田 食意为常 你从来没有去吃了 这个现象 这个体贴怎么来的 那我们再想想 我们的生命 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这样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 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值得有更好的生活 或是我们有另外一种生命 我们是不是可以 这个我们都要思维了 所以他讲一般人不但没有警觉 没有同情还吞淡他们 这一旁生有什么差别 这在讲一般的人 那这个其实佛陀后来 后来出家修行成果之后 对他的弟子 那么 讲过 就说 这个世间有四种码 四种毫码 一种是看到鞭子的影子 他就知道要跑 那这种是D等毫码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把 等到痛苦发生在你身上 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就知道 你就会去理解引发你的正思维 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解决 你不用等到这种苦发生在你身上 你就知道 你应该要 你就会思维 而且知道要怎么做 去找解决方法 这是第一等 第二等的是 发生在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而且就在你周遭 然后给你比较大的震撼 你看 这释迦佛只看到鸟吃虫这件事而已 他就看到生命互相残杀 然后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会 国家跟国家战争也一样 那 这个 一样是 一样有这种 他不用 他那个时候是广子 但是有一种人是要发生在周遭 他那种比较震撼 他就会觉得 哎呀 是不是 是不是我应该要采取一些什么工作 这个是第二种 第三种的是 第三种的是 发生在你亲爱的脸身上 比如说父亲 母亲 儿子 这种比较多 产生巨大的电话 痛苦 死亡 或是怎么样 爱别你 然后他才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决这样的痛苦 像莲扯大师出家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他的父母亲 然后他亡生之后 很多人都是因为家属亡生 然后开始学会 开始想到生死是什么遇事 为什么会有生死 然后第四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种比较多 比如说癌症 或是招逢 久死一生 然后也像这样的 他会开始思维 生命是一种什么现象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生命 生命是何去何成 从何而来 开始会思维 开始会采取一些方法 叫做修行 当然有很多种 各个宗教都有这一块 但是只要你 会对你的生命采取 就是比较正确的失忍 基本上都算是好的 都算是好的 大部分的人是 最深梦死 就是说好像一天过一天 大家都这样 这种到最后就是随夜 随着你造多少宴 你是不得自主的 你到最后就是带着一生的恶业 因为这种基本上就是 只是为了这一生 只是为了这一生的幸福 他们造作了很多宴 累积了很多宴 就好像贪土一食的口欲 吃了很多毒 后来吃三年就好了 这身体就一生是病了 吃三年的毒 可能就要吃三十年的药 有些就变成这样 所以一样 那你用一生来造业 那你可能要多生累劫 要长完这个业 要长完这个业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了解到这种业力 你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下一生 我们常常讲要预约预约未来的幸福 其实如果你了解业力的状态 你可以自己塑造你要未来要什么样的生命方式 你要未来有多大的幸福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幸福就五个层次而已 一般 那我记得那种 上次可喝可乐的那个总裁 也是像 也类似像跟鼓劑一样 他讲这一点 就是人基本上 人基本上 那幸福就五个层次 就是身体健康 健康 然后有钱 财富 然后家庭 幸福 然后事业 基本上是怎样 朋友 然后佛法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你本身的特质的智慧 那他们是讲所谓的灵魂 这就五个 这五个 这五个基本上刚好是佛法的武器 你杀生你就短命作命 你慈悲心 你不杀生附生 你就健康产兽 那你偷盗 你就贫穷悲贱 那你不到不偷盗 而且你还布施 你就富贵尊荣 慈悉布施 你就富贵尊荣 那你不邪淫 你就家庭借属和乐 那你邪淫就借属斗乱 那不忘你 你就失业容易成功 很有能力痴心 因为你诚实 那你不允酒 你就比较有智慧 你的灵魂就处于 决心的状态比较强 就是你比较有痴心 那这五种基本上 你要未来很富有 那你这一生就要不偷盗 然后多慕斯 你都会很富有 你就会很富有 那如果你要很健康长寿 那么你就是要不杀生 很简单 所以你其实可以为你的下一生量身打仗 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的人不知道 一般的人没有解决性 他就为了这一生 如果我们用时间的话 要讲的短视尽力 只是为了这一生 但是为了这一生 为累结 就是很多声照下恶劣 就好像你贪图口腹之力 用三年的时间 让你的身体要用三十年的时间 来修护都不一定修护得好 类似像这样 你像那些 我们常常去监狱 那监狱里面有些很年轻 有些很年轻 那才十几岁 二十几岁 无期徒刑 三十年的有期徒刑 才十几岁 二十几岁 关到五十几岁出来 你看他照页 顶多有些用三更重 有些用三个小时 有些用三天而已 他就要关三十年 有的甚至死刑就没有了 那你看他照页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他要付出的代价就很大 那这个应该不知道 如果知道他不会 但是他以为人有存侥幸 那你要知道因果 因果是没有侥幸 可是他不知道 因果律当中没有侥幸 你如是因就如是果 可是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心存侥幸 那佛教徒比较麻烦的就是 常常心存侥幸 貪腹方便 那这常常就害死了 你不知道因果当中没有侥幸 那也没有什么特别方便 没有 如是因如是果 那我们常常 以前我也不知道 常常就会觉得 这个 比如说我送往街高街银河 我再加个什么做 这个功德就是一千倍 哪有这种东西 没有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可是我们会觉得有 所以就会贪腹方便 找那个功德越大的 然后座用越小的 就是说我们用的时间越少 可是功德越大的 都喜欢这样 这样 这样 这种心太久了 容易怎么样 容易迷失 被鬼神所牵引 比如说贪心 贪腹方便 越简单越好 功德越大越好 那座用越大越好 一杯水放在这里 几公里里面的众生都可以得度 哪有这种东西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念个什么做 消除你美节的恶悦 哪有这么好的东西 没有 可是 佛教主的人讲 有些人就抓住这些 你贪腹这种 贪腹方便 心存侥幸 没关系 这个怎样 其实 你要知道夜报的理论 你就不会这么想 绝对不会这么想 就像你不可能说 我这个产品非常好 你只要 你只要吃了我这个 然后再加上念个咒 你的营养就增加其倍 明明是我们都是 明明是我们都是 可是佛教里面很多人相信 其实就是 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会走错你 走冤网路 也才会常常做错事 所以我常常讲 一般人造业 一个主要是因为无知 主要是因为无知 少部分的无力 他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我们叫做 你的情势 情势所迫 烦恼 怎样 他也没办法 他也还是克制不了事情 那这一部分就要 你要多做一些善良 你的功德力不足 就好像 你现在没有力 你明明知道 你在这里 那只蛇会来咬你 可是你跑不到了 你没有力 你也知道要跑 可是你就跑不到 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修行会这样 我也知道不好 可是 我就没有力抵抗他 就顺着烦恼 我也知道要做好 可是 我就情不情境 常常会这样 修行的时候会这样 这个表示说你的力道不够 所以要 你要多做善事 然后要常常训练自己的心 比如说念经 念佛 然后就是 还有一部分就是 你要多持戒 能够的话就尽量 那你表示 因为他基本上是 是两种力量 一种是你有力量 可以往前 一种就是 他没有障碍 你虽然有力量 你跨不过 你虽然有力量 你跨不过 你虽然有力量 那前面虽然没有障碍 你没有办法走 你虽然有力量 可是前面的障碍太多 你跨不过 主要就是这两种 但是我们基本上 第一个你只要持戒 当然你要持到很亲近 也不容易 但是持戒是这样 就是你 你能够做多少 尽量做多少 比如说不杀生 不杀生 你要持到亲近 连杀心都不行 就是 老实讲也不容易 但是不杀生 根本是不杀人 然后那些动物 不杀 不故意杀 就算有他 次数也少 那这样基本上 如果你 逼不得已杀了之后 你要心里面 马上上回 久了久了那种阴远 跟那种密道都会减弱 阴远会减少 你不得已要杀生的阴远 会很少 然后就是 因为你每次杀了之后 你都很怅悶 那么他就能够 第一个 减少那一种杀生的阅力 第二个 第二个 能够 能够 防护未来杀生的恶远 这个是有效的 那一部分你在多做 比如说护生 救济生命的事 比如说你杀生了一次之后 比如说你就很怕张蓝 你看见张蓝不打死他 你又怕他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你不打死他 他告诉你又很怕他 所以你又把他打死了 你也知道不好 你也知道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你怅悶 那之后你就赶快救护其他的生命 这样其实是有效的 那么就是你未来会避免掉 你不得已要杀的状态 就比较会避免你 就你会避免掉 就是张蓝出来的时候你没看到 你就不会再杀他了 或是他会有其他的动物 比如说高脚蜘蛛把他吃掉 这不管你的事 类似这样 他会让你比较没有 你有没有会陷到那一种两蓝的境地 因为你如果第一个你散发慈心 第一个就是说 你有你照二月之后 你有散回去 第二个你散发慈心 然后再有一些散的力量 比如说互生 你没办法救张蓝 你可以救其他的生命 那这种事情做多了之后 你那种散源增加 你就你就不会有不得不杀身的那一种 那一种状态会出现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未来 因为你杀身的事多了 你就被人 你容易做出生道 然后被杀 被杀好几次 他一下子就被吃掉了 然后再出生 因为做出生 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做五百次的出生 你看他动不动就做五百次 因为他一世只有几年或是几个月 那如果是鬼道就不是 鬼道可能一生 一生就五百年 一生就五百年 那出生道不是 一生可能一年 一个月 一千不一定 做几百次就这样 不断生死生死 那如果定义 那当然就更多了 定义就更多了 但是我们稍微知道 现在讲到出生道的苦 那避免堕入出生道 那出生道基本上是 比例来讲 鱼吃比较多 鱼吃 鱼吃比较多 就是因为有名吃人 好 那这个是出生道 就是常常会被吃掉 逼迫 这来讲饿鬼 那饿鬼道的苦 就是饥渴 饥渴 就是常常没得吃 那 鬼道部部都是饿鬼 鬼道都不是饿鬼 但是应该说 多数是饿鬼 多数到什么程度呢 应该是百分之九十 八十九十我看 大部分是饿鬼 或是七十以上 好 三恶去中的饿鬼 依字面来说 就可知 道是受着常患 饥渴苦过的重生 一般我们常常讲 恶鬼道 恶鬼道 但是 鬼道不都是恶鬼 城隍也是鬼道 城隍也是鬼道 土地公也是鬼道 但是他们不是饿鬼 他们不是饿鬼 他们吃的可好 而且吃了很多 但是大部分是饿鬼 有一点像是 比如说 有一些比较飞荒 非洲飞荒的地方 也有国王 但是也有有钱的人 但是不多 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很窮的 没什么的吃的 类似像这样的 当然不是说非洲是鬼道 是说我们比例 多数的人 那一类里面 多数的基本上都是 鬼道基本上都是没得吃的 但是我们中国对鬼有一种名思 第一种名思是 人死了就做鬼 人死了就做鬼 这是第一种错误 第二种错误就是 鬼吃的跟人吃的是一样的 不是 不是 那像佛教徒有一种迷思就是 像我们都有私食 私食啊 就念个什么咒 然后就变 然后他就可以吃 甘露水宣言 他就可以吞着进去 其实老实来讲 其实是没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那应该没有饿鬼 应该不会有 为什么 饿的话那么多 菩萨那么多 哪有我们念 他们就会念啊 他们就会私食啊 我举的力来讲 比如说我是观世音菩萨来讲 那我还有一个咒 我传给你 你念了这些鬼就能够吃 那如果我是观世音菩萨 我还要传给你教你念 我自己念不就好 他们这些鬼就都得度了啊 都有着吃啊 那还要你念 那还要你念 念了然后靠我的威德力加持他 那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说我念观音菩萨的咒语 然后借着观音菩萨的威德力 让这些鬼都能够吃 那观音菩萨干嘛要透过你 他自己 你让他 菩萨是 甚至是愿意带众生受一切苦的 他现在看到他受苦 他可以 他可以让他不受苦 他不受 他告诉你 你去帮忙他 我传给你一种咒语 有威德力 你可以让他有得吃 那菩萨你带自己吃 可以做啊 他为什么要传给你 叫你念他的咒 然后他再加持你 他再加持你 再你去 你去让这个鬼可以有得吃 这样 这样说得过吗 这样说得通吗 这样也说不通吗 就好像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妈妈很疼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没得吃 我要把食物拿给 拿给这个人 叫这个人拿去给他吃 当然也有 但是 但是如果妈妈这么疼小孩 看小孩饿得要死 他直接就去救他 他干嘛 还要叫你转转转转转转送给他 还要 他还要加持过他的威德力 凡夫哪有办法 然后他要变变 变到他 这个 变成你改变他的业力 你的咒语改变他的业力 你的咒力改变他的业力 那他本来是吃不下去的 等一下会讲到鬼有其中 他本来是吃不下去的 现在你念了咒 他就变成吃得下去了 如果有这么好用的 那菩萨应该不断死都在念这个咒 为什么 而且佛陀知道应该没有鬼 为什么 那么多阿罗汉 那么多阿罗汉 那么威德力那么强 大家念灵念这鬼全部都解脱了 都不受恶鬼道的苦了 可能吗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佛陀就曾经讲过啊 那这个人在受苦 大家都在那边祈祷他 不受苦不受苦 他也不会就不受苦 就好像一个木头 那么在水面上 大家都诅咒他 沉下去沉下去 他不会沉下去 一块石头丢到恒河里面 大家全部都围在岸边 祈祷他 扶起来扶起来 他也不会扶起来 为什么 业力无事 哪里是可以 你这样就可以改变的 那这样业力就失效了 业力可以因为我们去改变他 而且我们是改变别人的业力 不是改变我们自己的业力 自己的业力 都不一定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业力 但是佛教界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要改变别人的业力 这是我听过最夸张的 讲这个咒语 多厉害多厉啊 然后念个这个咒 苍蝇飞过去都可以往生进度 这样子就太苦了 只要有人死了 你去兵医馆 念一念一念 他都会往生进度 你都不晓得他是天主教徒 清主教徒还是会教徒 然后念一念他就往生进度 他会不会道入进度 他莫名其妙 我都不是要来这里的 这样也有人信 我觉得太远符了 可是佛教主就是这样啊 喜欢怎么样 哇 讲得越殊胜 讲得越伟大 那好像就越好 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不懂佛法 好像把佛讲到无所不能 把这个法讲到无语文笔 然后就显示出佛教越来越厉害 没有 这个是显示佛教的灵气 没有 佛法都殊胜在于什么 他讲道理啊 他讲道理 他是有道理的 他不是那么好像其他的宗教 讲道 讲道这个无所不能 他是有道理的 有因果的 如是因如是果 不是那一种 就是讲道这个佛法不想出身 念做念一下去 这些鬼都可以得度 这个水放在这边 一杯水 词里的里面的众生 恶鬼都可以解渴 哪有那么好 哪有那么好 好 我们现在看了 现在感到恶鬼 恶鬼最主要的 就是没有得吃 大部分的 恶鬼是武趣之一 与我国书说的 人死为鬼不同 因为人死为鬼是第一个 中国人的错误 死了就做鬼 而且做鬼 就一定第一个 就是要人给他吃 他才有得吃 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爺死要拜咖啡饭 要拜 然后完了之后也要拜 天天都要拜 要给他拜 拜给他吃 然后甚至每一年 他的记忆就要拜 就像现在还是这样 像现在七月 那七年 扫墓也是带东西去给他吃 都变成这样 就死了就一直做鬼 这其实是 其实是错了 鬼就是要吃 吃的跟人一样 其实是不对的 好 佛法中说恶鬼有三大类 我们来看 五才的 少才的 多才的 五才的也有三类 去口 去口就是厌口 都出火了 现在有些人放厌口 有没有 厌口鬼 那其实厌口这一部经 厌口来自于那个 据说 据说是阿难 看到这个鬼 那鬼跟他讲 你死了之后 跟我讲 这个其实就不合到 阿难的那一帮 砍到去问佛 佛说你辞职给这些恶鬼 你这时候不会多厌鬼到 这个根本讲起来不符合佛法 第一个 阿难如果会多厌鬼到 那也不是这个厌鬼可以知道 所以厌鬼自己多了厌鬼 受苦 他能知道阿难会到哪里去 那阿难也不可能多厌鬼到 阿难没有 阿难在佛身边 那么他也没有造什么恶化的恶业 而且他已经正出国了 他又哪有可能多厌鬼到 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不可能 第二个假设 假设要多厌鬼到 也不是你吃死给厌鬼 你就不会多厌鬼到 那这样来讲 那如果我会多厌生道 那我常常布施给出生 那我也不会多厌生道 哪有这样子的 这样也不合乎 不合乎夜报的理论 第一个阿难不可能多厌鬼到 第二个如果会多厌鬼到 也不是吃死给厌鬼 就不会多厌鬼到 因为厌力不是这样解决的 就好像那医生常常医病人 但是你就不会生病 不一定 不一定 生病人这种原因 所以他并不是 第一个解决的方式 不是你吃死给厌鬼 而且第三个 厌鬼并不一定都是吃跟人一样的 就好像动物有的吃草 有的吃土 有的吃大便 有的吃花蚊 有的吃蜂蜜 反正有没有多种 不是都跟人吃一样的 就好像猫头鹰 好像有一只报恩的猫头鹰 每次都不要老鼠 来给他的主人吃 他觉得这个是美食 他要报恩 所以他每次都抓老鼠 来给他的主人吃 不一定 他猫头鹰不知道人不吃老鼠 那一样 那人以为所有的鬼都吃跟人一样 所以他们有拜的 也是不一样 不一定 然后第一个 他不一定吃跟人一样 第二个 你给他 他不一定吃得到 第三个 他不一定做鬼 就是人死了 有三个迷思 第一个人死了 不一定做鬼 第一个做鬼 你拜给他的东西 他不一定可以吃 第三个假设是可以吃的 他吃的跟人一样的鬼 他也不一定吃得到 但是我们就习以为常认为 好像鬼 就是死了就要拜 然后每天拜 然后后来是季日每天拜 然后现在超度 就失死 我看很多那种 像七月现在到了 都普度 一个人一桌 然后就够 然后上面要擦七月的面 我告诉你这个都不是佛法 神懂 都不是佛法 佛法没有这些 这些都是后来慢慢研究 慢慢研究出来 可是佛教主已经习惯做这个东西了 已经习惯做这个东西了 就好像以前我们都要拜明靠 一般的人如果拜 心会不安 那其实要拜吗 其实也不会 真的 那但是一般都不能习惯 你说很简单 如果鬼 常常有这个 我的祖先死掉 我们如果没有拜 他没得吃 那西方人 从来没有在拜 那他们 他们的死掉的人 每个都没得吃 哪有可能 不可能 西方人从来没有在拜 那他就死了 就做鬼 一直在做鬼 他们不是几千年来都没得吃 那哪有可能是这样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 而且他能吃没能吃 是看他的福报 无财 少财 多财 财就是福报 他如果有福报 他自然有得吃 没有福报的 有也吃不下 有也吃不下 没得吃的 那这有三类 那 无财的 你看 焱口 就是焱口 真口 那第三个是错口 那这三个有差别 焱口是 他可以吃 但是吃下去更痛苦 化成火焱 烧掉了 第二个是真口 他可以吃 但是 他很饿 但是他的 他的喉咙很小 他吃很久才一点点 所以他一直在饥饿 吞不下去 第三个 他没有那么细 但是喉咙是烂的 吞下去 食物吞下去 为什么呀 会引发很大的痛苦 吃不下去 这三种是无财鬼 那你说我们念咒给他 能不能改变他的情况 我告诉你不能 真的不能 如果可以 这个世间应该没有鬼 应该没有鬼 但是因为业力 业力绝对不是别人 可以改变他的业力 没有 那么他如果业力 我们上次讲过 如果他已经成熟 他要塑爆 要塑爆完 他才会改变 他没有塑爆 他是不能改变的 那还没有成熟 除非你让他不成熟 不然他也不会消失 不会 那不可能说他做饿鬼道 然后我念咒 他的饿鬼的果报就没有了 他今天就可以吃了 没有那么好 不可能 但是我们后来就变习惯 因为佛教界有这些 那我们就会认为 这是佛法的一部分 我们会觉得 宴口经 这个诗实的 这个是佛说的 讲得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七十年 七十不是 这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然后就变成佛教的一部分 我们先下个休息室 谢谢大家